大家好 我是叔果 就最近也挺无聊的 现在单腾的这期漫画晚间上翻 看到了许多狠活 比如像什么 牛头人崛起向人类复仇啊 什么独自一人 结果收了一群后宫的一世界之旅啊 晚上如果要争论整活 绝对是不急着不 想要成为影之实力者 我娘 豆花真的是刷新我的三观 大到就是我干挺的那一种 展开之精彩 内容之魔幻 表现之夸张 堪称艺术品 不仅在圈内 在日本的销量 也同样离谱 总之非要不得说 我们一起来看 这玩意究竟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吧 故事讲述我们的男主 是一个中日兵 每天幻想着 靠锻炼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梦梦渴望着成为守护世界的影之实力者 那么无论自己怎么修炼 还是无法抵挡现代武器 还能当然的嘛 毕竟什么肉体夺子战 可不活力不具控制 都是小来那种形容 像是凭倩人类的肉体 就没有办法轻松的干脆和 你妈 所以我们的男主 就开始相信玄学 去寻找什么能够手接核弹的办法 于是就开始冲突入冥想 反正就是开始整休闲 结果就在某一天晚上 男主走在森林当中 他看见了光 这不以为自己终于成功了 结果 于是好似不似的男主 就穿越进了意识线 有人一个喜欢自己的姐姐 晚上在姐姐面前 我们男主就装作一副乖宝宝 打架总是被暴打 对线总是被碾压 其实暗地理工的男主 无论是在魔力 还是在建设上 甚至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早在婴儿时期 就可以手搓核弹的那种 因为男主便暗地理 研究了一套装备 于是为了测试 我们的男主就随便找到了 一群实力强劲的盗贼 展开了殊死搏斗 战况异常激烈 只见我们的男主 手起刀落几个分镜之后 盗贼团伙便死都逃亡 留下了队长一两目 果然呢 因为在一番战斗之下 男主收获了一堆战利品 并获得一世界专属奖励 女精灵一位 只不过是蚕死饼 会嘎的那种 由于男主给他治疗好之后 这位精灵便表示 要什么用追随一生 来追随男主 以达到报恩的目的 太扁了 由于是这时候 我们的男主便想要 盘一步大起 其实就是为了 他那个破皮魔力实验 想要利用女精灵 于是便编了一个故事背景 说到这个世界 以前有什么大破猫 有时几位勇士 想要去消灭魔王 完事魔王 为了让勇士的后代 绝容给这群勇士们 下了诅咒 而后来反派们 为了让魔王复活 并消灭勇士的后代 于是便说 这群有足助的人 都是恶魔傻的 以此来消灭 所有勇士的后代们 这精灵一听 万号跌成 你一定要让我为你效力 于是便收获了迷魅一位 于是在男主 胡变乱造的 拯救世界的故事 就这么开始了 然而事实 真的是这样了 没错 真的就是这样 男主所有一营的故事 全部都他妈的是真的 而且啊 这个暗影团队的人数 已经扩展到了 甚至九人之多 就你们可还不知道 这个团队已经爆杀了 历史上那位幻影团队 几十条街了 说在这个世界上啊 人到达15岁 就一定要去学校 于是这个男主姐姐15岁了 便顺理承担了 要去学校嘛 结果这天一看 卧槽我姐呢 完事我们暗影大人 家人就不干了 于是就抱着这个 一顿吹 我家伙是大雪花 包子 这妈街都不带船口气的 完事旁边俩妹子 还挺好看 此时阿尔传来报报说 我们已经调答 这件事情确实是 和魔王的手下们干的 一如我们暗影大人 便随手一种小刀 好人就在这里 我们去追吧 结果好死不死的 这个地方还真有一个地下室 里面暗影大人的姐姐 还真就在这里 而且啊 我们的暗影大人 连对面的计划 以至敌人的战力都咋办 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就是亲骨肉和亲兄妹吗 爱了爱了 而另外一边 反派这里对这件事 就他所知 他一无所知 于是他就一边虐待着姐姐 一边表示 你弟弟竟然那么牛逼 那么可得好好照顾照顾 他这样的经典发言 这家伙三姐可受不了这个 于是便使用了瞪眼 笑过拔曲 给反派记得 直接开打 给姐姐干晕了 而他一出门 这边暗影小队 已经把反派场火杀得差不多了 只留下了这位大反派 于是阿尔法和贝塔 便跟着这位小boss 打得有来有回 而我们众所周知 反而阿尔法总带那么点 刮沙的属性 反而贝塔总带那么点 厨房的香气 这两个人错一块 欺负个小兵来凑 一旦抄桃花里 口罩开始往马猴方面靠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因为这个反派便 直接开了个大跑路了 而另外一边 我们男主这里 我操的爹的迷住了 这贪娘子 这咋整人 那边是不是有人来了 什么 你居然预算到了 我逃跑路线 我可是无所不知的 暗影大人 树林黑暗 就是我的本质 我妈的屁 你个小孩 你懂个褶子黑暗 你他们知道黑暗 有多黑吗 不好意思 那我就成为 比黑暗更黑的存在 去多路就给他嘎了 真不愧是暗影大人 而我们的姐姐 也平安无事的回家了呢 而不知不觉 我们的男主 也到了上学的年纪 而不是装作一个路人 我们男主 也是上演了顶级的演技 但是你们这群人 不中逼我们看吹奏 于是这个男主 便又一次 不小心的输掉了游戏 惩罚事 去和什么千金表白之类的 就这个千金 怎么很大种家伙 混在一起 不回避 我非常乐意 行你他妈开心就好 我不说话了 于是男主 特别开始了史诗级教学 如何像路人一样表白 第一步 装作紧张 并发出啊啊的声音 第二步 在说话时 会和高低音 身体前倾 并略为妥背 第三步 膝盖和小腿 忍不住的颤抖 此时眼睛 在看其他的位置 第四步 后车不拉开距离 同时伸出右手 撑90度鞠躬 并大喊 请和我交往吧 而那男主 没想到的是 这个千金 他还真正统一了 你妈真不愧是暗影大人 这是直接给男主 整你妈不会的 有人又是大口干饭 又是建树装菜 结果这个千金 就真的为了找一乐子 为了让追他的男生放弃 所以只好假扮恋人 怎么把钱 撒在地上来 羞辱男主 哇操 你对面可是暗影大人 怎么可能受得了 爹 请你以后 一定要接着用钱来羞辱我 不是你他妈 放这边上面 本期这边的全部 没想到这期视频 居然脱羹的时间还挺长 毕竟这几天比较猛 一直腾到月初才腾出来的时间 总之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听观众请点击关注 还有不要忘记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终于是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